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Stichwort Deutsch,星球经德语,初级一,Lektion 7,第七课的学习,我是你们的Livia老师。 上节课中呀,我们讲到了什么时候用第三格,以及什么时候用第四格的情况,那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Text Bay,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Text Bay下面的内容。 那上节课我们讲到,Herr Puppermann夫妻两个人呢,他们非常感谢Herr王邀请他们去听这场音乐会,他们说道, Fielen Dank für die Einladung,然后Herr王回答道,Nicht zu Danken,不用谢,Herr Puppermann这时说,Ja, die Musik ist wirklich schön,是的,这场音乐真的非常的美妙。 那wirklich这个词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它是真的意思,那这里呢,它是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Herr王回答说,Das freut mich sehr, mir gefällt es auch,我非常高兴,我也非常喜欢它。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动词叫做freuen,那这里freuen的意思呢,是使某人感到高兴,Das freut mich sehr,这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高兴, freuen后面加的是第四格的宾语,所以这里的ich,我,变成第四格misch。 那freuen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反生动词的用法, sich freuen,搭配的这词有über和auf,sich freuen über,表示的是为某人感到高兴, sich freuen auf,表示的是为某人感到期待。 那比方说我们下面这两句话,分别是,ich freuen mich über deine Antwort, 以及,ich freuen mich auf deine Antwort。 那这两句话用的这词不同,它的含义也不同, 首先第一句,ich freuen mich über deine Antwort,表示的是, 我为你的来信感到高兴,你的来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用über。 那第二句话表示的是,我期待着你的来信, 那我期待着你的来信,说明这个来信还是未发生的事情, 那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用auf这个介词。 Bruppermann接下来说, heute höre ich zum ersten Mal klassische hienerische Musik, 今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听古典的中国音乐, 那 zum ersten Mal意思是第一次, 那第二次叫做 zum zweiten Mal, 这里的erst和zweit实际上是叙述词, 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学习过叙述词, 那这里第一次,第二次,我们用的介词是zu, 而看一下,这里之所以用dem, 因为ma这个词啊,它是一个中性名词, dasma,所以在变成第三格的时候, 要变成demma,那zudem和在一起就是zum, Frau Püppermann接下来说, sie ist ganz neu für mich, 这里的sie啊,其实指代的是刚刚说到的 klassische hienerische Musik, 那古典的中国音乐, 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und a die instrumente, 并且这些所有的乐器也是, sagen Sie mal, Herr Wang, Können Sie auch ein Instrument spielen? Herr Wang,您说一说,您是不是也会弹一种乐器呢? Ich, na, eigentlich nicht, 我妈其实是不会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词叫做eigentlich, eigentlich,它有两个含义, 那它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意思是原本的,本来的, 做副词时,它表示其实和本来的意思, 那它这里说eigentlich nicht, 表示的是,它本来是不会的, 那让别人就一点摸不着头脑了, eigentlich, was bedeutet das? Nur ein bisschen, Ich spiele ein bisschen aufu, aber nicht gut, Ich hatte sechs Jahre unterricht, 原来啊, Herr Wang, 它是会一点的, 它呢,是会一点二胡, 但它拉的不是很好, 它说呀, 我上过六年的课, 这时Frau Püppermann就更搞不懂了, 上过六年的二胡课, 还能说自己弹得不够好吗? 所以Frau Püppermann说, Aber Herr Wang, warum sind Sie so bescheiden? Herr Wang, 你为什么要这么谦虚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形容词叫做bescheiden, bescheiden的意思是谦虚的, 不速的, Nein, nein, My Vater spielt sehr gut二胡, aber ich nicht, Herr Wang说, 我的父亲可以拉二胡拉得很好, 但我不行, 那谦虚呢, 是我们东方国家的美德, 但是西方国家呢, 就和我们有点文化上的差异, 如果是他们会的东西, 他们一定会很自信地说出来, 所以对西方人来说, 要理解我们的谦虚的含义, 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呢, 但是在这里啊, Herr Puppermann他能够理解, 他说到, Merry, dassest schnizische Huflichkeit, Merry, 这个是中国人的礼貌, Herr Wang, be it bestimmt gut, Herr Wang一定拉得非常的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词叫做Huflichkeit, Huflichkeit来自于一个形容词叫做Huflich, Huflich是礼貌的, 那不礼貌的呢, 叫做Huflich, 那他如果要变成名词, 就要在他的末尾加上Kite, 那加上Kite的名词呢, 都是音信名词, de Huflichkeit, 那在这句话当中, 还有一个副词叫做Bestimmt, Bestimmt意思是一定肯定, 所以通过这一段啊, 我想大家应该也能够学习到, 在和西方国家的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会的东西, 自信地说出来, 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 有时候我们的谦虚, 仅仅只是一种礼貌而已, 那Frau Püppermann理解了之后, 她说到, Ach so, 原来如此, Hell Wang, waren Sie schon einmal in einer Oper? 王先生, 你有去过一次歌剧院吗? In Deutschland, Nein, nur in China, 在德国没有去过, 只在中国去过, 那, Dang lade ich sie einmal in die Oper ein, 那我就邀请您去一次歌剧院吧,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的Oper有时候用了第三格, 而有时候呢, 却用了第四格, 实际上是和他们的动词相关, 同样都用in, in这个戒词呢, 既可以加第三格, 也可以加第四格, 区别呢, 就在于他们句子当中的动词, 首先第一句话, Hell Wang, waren Sie schon einmal in einer Oper? 这句话的动词是, Waren, 而接下来这句话, Ich lade sie einmal in die Oper ein, 这句话动词是, Ein laden, 那我们首先看, 第一句话当中的, Waren, 如果是这个动词的话, 表示的是, 我在歌剧院里, 那我在歌剧院里, 我没有发生位置的变化, 那表示的就是一种静态的位置, 那此时呢, in后面加的是第三格, 那如果是我请你去歌剧院, 那本来我们不在歌剧院, 要去歌剧院, 那就是发生了位置的变化, 那其实是一种动态, 那么我们此时, 就要用第四格, 这个就是in这个戒词的, 进三动四的现象, 那表示进三动四的戒词呢, 我们之前说过, 一共有九个, 那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 一定还会再次碰到的, 那回到我们的文章, How Puppermann说, 下次要请Hell Wang去听歌剧, 于是, Hell Puppermann说, I have a good idea, 这是一个好主意, Hell Wang说, Gang, 非常乐意, 此时呢, 音乐响起了, Oh, Escape wieder los,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当中的主语, Es, 指的是Das Konzert, 这个音乐会, 再一次开始了, 这句话用了一个可分动词, Loss gehen, Loss gehen的意思是, 出发, 开始, gehen wir, Wir hören jetzt noch ein Stück für二胡 und琵琶, 我们现在还要再听一个乐曲, 是二胡和琵琶演奏的, 那这里呢, 有个词叫做Stück, Stück是一个中性名词, Das Stück, 它呢, 可以表示一块一件,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学两词的时候, 说到过这个词, 那一块巧克力就叫做, Ein Stück Schokolade, 那它呢, 还可以表示篇章章节的意思, 那它其实可以表示, 一场戏曲当中的一幕戏, 也可以表示, 一个乐曲当中的一个章节, 那Text Bay,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在学完Text Bay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 Rede Wendungen, Rede Wendungen在德语当中的意思是, 常用语, 习用语, 那什么是常用语, 习用语呢, 比如说, 别人在过生日的时候, 我要说, 祝你生日快乐, 那别人要考试了, 我会说, 祝你一切顺利, 那你的朋友要出去玩, 你会说, 祝你旅途愉快, 那如果你的朋友要回家, 你会说, 一路顺风, 那和中文一样, 在德语当中呢, 也有这些固定的表达, 那接下来我们就起来看一下吧, 但首先, 如果有人和你说, 他明天要考试了, 那你可以说, 祝你成功, erfog是一个阳性名词, 但是在此处呢, 他表示的是不可数,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用fear来修饰它, 而不应该用fear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场景, 是关于迟到, 那如果你迟到了, 你要说, 我来得太晚了, 请原谅, 那如果要道歉呢,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或者你可以直接说, 是对不起的意思, 那和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那实际上在日常利用当中, 它可以表示道歉, 但是呢, 它的程度并没有那么深, 它可能只是表示,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这样的含义, 但是toot me a light, 它的程度可能就要比antrhodigon, 更加的深一点, 表示的是, 如果你对别人做的这个事情, 说的话, 对别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那你就要说, toot me a light, 我感到很抱歉, 而如果你在听到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 toot me a light, 我感到很遗憾,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场景是Gebordstag, 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那Gebord是出生的意思, 那Gebordstag就是生日的意思, 那别人过生日, 我们总要对别人进行祝福吧, 比如说生日快乐, 我们可以说,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Gebordstag,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Gebordstag, herzlichen Glückwunsch是中心的, Glückwunsch是祝福, 请大家注意一下, 此处中心的祝福是一个第四个, 所以呢, 此时我要用herzlichen Glückwunsch, 因为Glückwunsch是一个阳性名词, 那当然了, 除了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Gebordstag, 这样的说法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说, alles guter zum Gebordstag, alles guter在德语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百搭的祝福语, 它在所有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alles guter就是一切顺利, 一切都好, alles表示的是一切事情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一点, 更加高级的祝福语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下下面这句话, 叫做, 那前面的 我们已经讲到过了, 表示的是多多的获得成功, 那后面的 实际上是跟 差不多的意思, 在新的一年当中, 首先要 祝你身体健康, 那for allem就是 首要的首先的意思, 那下面这个词 也就是健康的意思, 他的形容词叫做 Gesund, 而他的名词 Die Gesundheit,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跟Gesundheit相反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第四种场景, Krankheit, 生病, 那Krankheit, 他的形容词叫做 Krank, 那如果说我病了, 叫做, Ich bin krank, 那如果你要去探望一个 生病的人, 或者是你听说这个人病了, 你要说的是, Guter Besserung, Guter Besserung这个表达, 我们在之前的课文中 也是到过, 表示早日康复,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我们百搭的 这个祝福语叫做 Ales Guter, 那我们刚刚说到Gabortstag, 是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那如果你听说, 别人家有了一个 新鲜的小生命, 也就是有孩子诞生了, Gabort,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说什么话呢, 比如说, 如果有人对你说, Wir haben einen Zong, 你可以说,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 eurem Zong, 向你们的孩子表示 忠心的祝福, 或者你也可以说,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 eurer Tochter, 你还可以说, Wir freuen uns sehr für euch, 我们为你们感到特别的高兴, 那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上篇课文中, 学到过Freien这个动词的反声用法, 那这里就用了它的反声用法, 就表示为某人感到高兴, Sich freuen für,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场景, 如果说有人跟你说他要出去玩, 或者说他要进行某一项娱乐活动, 比如他和你说, Ich gehe ins Kino, 那你就要跟他说, Fier Spaß, Spaß呢, 是阳性名词, 它表示的是愉快, 高兴, 而它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用Fier来形容它, 而它经常搭配的动词有, Spaß machen, 给某人带来乐趣, 比如说, 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 Das macht mir viel Spaß, 或者也可以搭配, haben, Spaß haben, 觉得有乐趣, Wir haben viel Spaß zusammen,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愉快, 那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 Spaß前面是零罐子的情况, 而Fier Spaß这句话呢, 实际上我们通常都出现在对话结束的时候, 比如说, Auf Wiedersehen, Fier Spaß, 再见, 祝你玩得愉快,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场景, 那大家还记得, 如果说有人生病了, 你要跟他说什么吗, 对啦, 吃Guter Bezeron, 但是如果说有人在你边上打喷嚏, Nissen, 那这个时候, 你要说什么呢, 你要说的是, Gazondheit, 祝您健康, 所以啊, 大家这两个场景, 千万不要搞混了, 那别人在你边上打了喷嚏, 你只要说一个词, 那如果别人跟你说他生病了, 你就要说两个词, Guter Bezeron, 那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个场景, 在吃饭的时候, Barm Essen, 那在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别人说, 祝您胃口好, 那祝您胃口好呢, 这句话用德语叫做, Guten Appetit, 那如果别人对你说, Guten Appetit, 你就要回复说, 祝您也一样, 那你也是, 这个词叫做, Gleich fast, 或者你也可以说是, Eben fast,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场景, Die Hochzeit, 那Die Hochzeit,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ZE这个词呢, 大家都认识, 是一个阴性名词, 表示时间, 那Hoch,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高, 那人生中很高的时间, 那实际上就是婚礼, Hochzeit, 是专指婚礼的意思, 那别人在婚礼上, 你要对人家进行祝福的话, 你就要说, Alles guter zur Hochzeit, 我们的万能法宝, Alles guter, 再一次出现了, 那如果你不想用Alles guter, 你也可以说, Vier Glück, wir euch beide, 祝你们两个人幸福, 那这里, EUCH beide, 当中的Bide呢, 是两个人的意思, 那EUCH beide, 就是你们两人, 那这里还有个词, Glück, Glück是一个中性名词, Das Glück, 但是呢, 它只有单数的形式, 因为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那Glück的话, 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Glücklich, Glücklich, 意思是幸福的, 快乐的,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场景, Fair Abschieden, 在告别的时候, 那如果有人跟你告别说, Biars Morgan, 你可以跟他说, Kom guter, 那Hauser, 意思也就是, 一路顺风, 回家顺利的意思, 那么总结一下, 以上的这几个场景呢, 我们可以发现, 有许多的固定搭配, 实际上结构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 下面的这三个词组, Fair Effort, 祝你成功, Fair Glück, 祝你幸福, 其实也可以表示, 祝你好运, Fair Spaß, 祝你玩得开心, 那关于这样的两个词的结构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文当中也学到过, 比如说没有问题叫做, Kind Problem, 不用担心, Kindazorger, 不要害怕, Kindazangst, 那今天呢, 我们还学了一个, 很常用的固定搭配, 叫做Alice Guten, 那和Alice Guten, 其实结构类似的, 还有Alice Klar, 表示的是, 一切都明白, 一切都理解了, 那还有一个词叫做, Alice in Ordnung, In Ordnung这个结构, 我们之前学到过是, 和Kind Problem一样的意思, 没有问题, 可以, 可行的, 那Alice in Ordnung, 实际上是, 一切顺利, 一切都正常的意思, 那实际上, 我们最熟悉的两个词的搭配, 应该是, Guten Morgen, Guten Tag, Guten Abend, Guten Nacht, 那实际上啊, 我们刚刚也学习了, 有一个词, 和他们的结构很类似, 叫做, Gute Besserung, 祝你早日康复, 那还有一个叫做, Guten Appetit, 祝你胃口好, 那除了这两个词之外呢,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还有一些类似的结构, 比如说, Guten Reise, Reise呢, 是旅行的意思, Guten Reise, 意思就是, 祝你旅途愉快, 那祝你旅途愉快, 还有一个词叫做, Guten Fahrt, Fahrt是fahren的名词, 是一个音信名词, 那祝你一路顺风, 祝你旅途愉快, 也可以说, Guten Fahrt,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完成一下, 以下练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m a Freund, Guten Tansen, 你的一个朋友要去跳舞, 那你就要对他说, Fier Spaß, 祝你玩得开心, 第二个场景是, Der Unterricht ist zu Ende, 下课了, 那下课了我们就要说, Best Morgen, 明天见, Komm gut in der Hause, 祝你一路顺风, 那我们看下面一个场景, Ire Schwester macht eine Reise, 你的一个姐妹, 她要去旅行, 那你可以和她说, Fier Spaß, 玩得愉快, 也可以说, Guten Reise, 旅途顺利, 那下一个场景, Sie kommen zu spät zu einem Termin, 和别人约了时间, 你却迟到了, 你这是要说, Entschuldigung, 那下一个场景, 你的老师在打喷嚏, 那你要说, Gesundheit, 那最后一个场景, 明天你的兄弟要考试了, 那你要对他说的是, Fier Fock, 祝你成功,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各位同学,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啦,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